當時有一個機會 我老師是推薦過去考的 其實當時去考中央音樂學院 他也是收了 收了那個碩士學位 不過他要學幾年 當時已經是有十分仔 都是望著望著 那些十分仔都是不捨得去 其實都是失了一個機會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有失又會有得 當初我真的去了北京那邊 我覺得那些十分仔會是 沒有人理會 其實都做了很大的決定 他考也要做很大的決定 所以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但是當你接觸過聲樂之後 你就會對流行音樂有些抗拒 以前的規格是很嚴格的 上個台唱流行曲 你就不可以在這一方面發展 可能是無形的規限來的 那因為是大大眾化 尤其是你會見到 在澳門的分別很大的 真的唱藝術歌 或者唱聲樂的人 是少的 很少的 觀眾又少 學的人也都少 那流行曲始終都是一般性的 就會大眾化很多 那你既然是喜歡唱歌 你都不需要這樣規限自己 一定要唱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流行曲 都是有他要學習的 就是有他的藝術 到後來唱流行曲的人 如果他是沒有學習過 正式學習過的那些 他會出現很多問題 正統的聲樂 其實他的焦點 就是落了到聲音 那裡 好像我們形容 聽的是美聲唱法 就是很漂亮的聲音 就是我們完全聚了 到聲音裡面 那流行曲 就不太講究這件事 其實我一路現在唱了 流行曲那麼久 都有兩種不同的得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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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